伊朗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于2016年7月4日离世 他是伊朗最伟大,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导演 在国际舆论对伊朗持有负面评价之时 他的电影却努力展现出伊朗慈悲和艺术的一面 今天,此刻电影的大师栏目一起缅怀真正的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佩泽明曾感叹,他是上帝赐予我们为电影艺术接棒的人 马丁·斯科赛斯则说,他的电影代表着当今最高艺术水平 电影始于格拉菲斯,终结于阿巴斯 2016年,大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去世 几乎大多数的传媒都引用了当年哥达尔看完阿巴斯 生生长流之后说的这句话,以求盖棺定论 其实,熟悉哥达尔的电影观以及刻薄语言的人会知道 这句话未必是夸阿巴斯 但我因为喜欢阿巴斯中晚期的作品 也就是《樱桃的滋味》之后 就把哥达尔这句话理解为 阿巴斯是格拉菲斯式传统电影的终结者 这么想,所谓的终结实际是再生 阿巴斯并非杀死电影的人,而恰是催生一种新电影的智者 创造者会发明一个自己的父亲 作为一个东方导演 阿巴斯找到的新电影传统也许来自小金安二郎 2003年,阿巴斯拍过一部《五》向小金安二郎致敬 全片仅分为五个固定镜头 关于海河飘木、海河过路人、海河小狗们、海河鸭群、海河月亮风暴清晨 海水的潮汐涨退犹如阿巴斯心象的挪移 挪移在在和不在之间 而表现的影像仅仅为对一方海鱼的凝视 凝视代替了思考,思考由凝视呈现 阿巴斯说,五就是这种思考的观看之道的产物 他思考飘木在浪潮拍打下之 有和失去小狗们孤独和聚散的意义 或者夜与晨之间的暴雨充当的角色 这些问题既是玄妙的又是诗意的 源于小金却多于小金 多的是一份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心物转换逻辑 2002年阿巴斯还拍过另一部极端的电影 《十段生命的律动》 关于一个伊朗现代女子在车上的十个片段 全部是固定摄影机在封闭汽车内的正反镜头 阿巴斯在该片的制作特辑中说 人们看完这部电影后向他抱怨看不到期待的风景 那就是在橄榄树下的情人 樱桃的滋味中那种阿巴斯式寂寥又安慰人心的原野风景 然而阿巴斯当然认为 这车厢中的风景 人面亦是他的伊朗风景 小金安二郎的风景 原野真莽的风景 车厢中的困顿风景 这三者仿佛并不相及 却遭遇在阿巴斯的静态摄影作品中了 并由他的诗句参与伴奏 大家都知道阿巴斯不但是伊朗电影大师 还是一个诗人摄影师 国内出版过他的一本摄影师集《随风而行》 1978年时 阿巴斯一直用摄影记录着旋景路上重复的雪景 雪中的树木 2008年初 阿巴斯的摄影展在北京举行 展出84幅黑白摄影作品 这些朴素的叫人迷惑的影像 如此阿巴斯又反阿巴斯 那些照片震撼了我 如雪中树系列 纯白一片的雪景中 强调刻画出纯黑的树枝和断絮道路 向摄影者在茫茫苍苍宇宙中寻找秩序的努力 而道路与荒野系列中的秩序又在明明的力量下旋即粉碎 镜头在光河暗的混沌中辨认出阴阳 然后推向极致 极致之外摄影者隐身 其中雪属于小金的圆容沉着 树枝极其阴影属于波斯的秩序 道路属于阿巴斯内心的困顿 挣扎和突破 道路在荒山间断续绵延 既如阿巴斯电影在伊朗环境中之努力 也如阿巴斯在世界中思考诗人何为之努力 如果纯粹从摄影入手 我们时而可以在那些狗和黑马所破坏的稳定中 看到约瑟夫·寇德卡的孤独 时而可以在那些山鹤的节奏中 看到亚当斯的浩大音乐 更多时候能从那些简约的点线面结构中 看到拉兹洛·莫霍利·纳吉的巧妙 而且大多并不比上述三位大师出色 但是假如这些作品既不是即时摄影 也不是风景摄影 更不是形式主义之作 假如我们把它们纳入阿巴斯的整个艺术体系中去理解 它们便意义丰满起来了 它们是观念摄影 舞这部电影尤其如此 阿巴斯琢磨的是白茫茫雪地上那一点有 无意强调的却是无 只有雪光和沙利刺眼 一切都像风暴 它们捅射四方 和偶尔露脸的阴沉天空呼应 其中只有明明媚媚的孤绝 那些最优秀的作品正是这样 比如那张鸟群高飞越过山脉 但是阿巴斯是千鸟过千山 东方的无是千山鸟飞绝 在阿巴斯的体系中 这是两种意义的东方 就像萨伊德和六祖惠能的东方之不同 就像波斯四言诗与日本排剧之不同 前者是爱玉与思辨的旋韵交织 阿巴斯的诗歌这时应该出来说话了 它们貌似排剧 但骨子里纯属西亚的数学家时热情 排剧并不追求刻意的弦外之音 阿巴斯却充满弦外之音 也许她的诗更像大诗人苍阳家措的情歌 在摄影中阿巴斯的情歌唱给无情之世界听 苍阳家措的情歌和西亚诗歌 最大的共同点是 世俗的激情融合了宗教的激情 这种神秘主义的快乐是在忍耐中导向异议 而东方禅宗无所谓忍耐和异议 后者的境界 小金偶尔窥探 阿巴斯的舞已经非常接近 就像他迷恋拍摄的道路意向一样 道路穿过世间凌乱 同时消失和显现如莫比无私之环 阿巴斯也许就是从那时上路的 他不断重返 寻找的却是另一条道路 直至远行不返 最后的阿巴斯尝试带领我们走向一种新电影 也是一个新世界的场明中去 如果在死亡背景前面去理解 他更接近陶渊明所说的 纵浪大话中 无喜亦无惧吧 我衷心希望我们热爱的艺术家 以及我们自己都能这样 在无情天地的平静中从容离去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评 就点个赞并关注我们吧